普京说干就干的霸气性格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连嚣张惯了的老美都不敢惹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有温柔的一面 在两个女儿的面前她化身成为了女儿奴 即使工作在忙也要给她们讲睡前故事 少见的铁汉柔情 不过媒体上鲜少有她家人的信息 有传闻说普京害怕自己的家人遭到报复 于是将她们隐藏的很好 如今因为太过优秀了 普京的追两个女儿想要低调 但是条件不允许了 普京的大女儿玛丽亚呢 颜值力压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 能力呢更是强大到爽文都不敢这么些 33岁就身价过矣 成为了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 还是一家45亿跨国公司的高管 小女儿卡杰琳娜呢也不是普通人 精通三国语言啊 文武双前长相枯似父亲 不过婚后却非常不幸 结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没有想到老公有钱就飘了 竟然公然出轨了 给她戴了一顶绿帽子 不过以吃瓜群众对普京的了解 显然不担心普京的女儿离婚后会怎么样 反而担心这个前女婿 她还活着吗 身为俄罗斯小公主的卡杰琳娜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呢 前夫劈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解人物带您一起了解 普京小女儿卡杰琳娜的故事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解人物的作品朋友 别忘了点亮屏幕下方的小红星 精彩故事这就开讲 1986年普京的小女儿卡杰琳娜出生 倪冲教 1986年普京的小女儿卡杰琳娜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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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女儿受委屈呢 沙马洛夫家族与普京家族关系密切 上世纪90年代 普京还是列宁格勒市长的助手 就已经认识了沙马洛夫的父亲 在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 沙马洛夫的父亲商业版图也开始不断扩张 除了俄罗斯的银行之外 还涉及了诸多领域 可以说是普京的亲信了 卡加和沙马洛夫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 长大之后情投意合的两个人结了婚 婚礼是在圣彼得堡举办的 普京出于对女儿的保护 此次婚礼是秘密举行的 并没有对外公开 成为了普京女婿的沙马洛夫 可以说是青云直上了 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 西伯尔公司成为了高管 要知道这可是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化工公司 而且短时间内就升为了副总裁 沙马洛夫也不是一般人 成为了公司高管之后 还大手一挥买下了公司17%的股份 价值高达了22亿美元 身价轻松过亿 算得上是年少有为的青年财俊了 沙马洛夫的个人财富 也迅速飙升到了13亿美元 几身俄罗斯富豪榜的前100名 做火箭都没这么快 普京女儿卡加也是身价不菲 夫妇两个人的身价 估算超过了20亿美元 地位和财富都有了 年轻的沙马洛夫 有点飘得找不到北了 竟然找了一位俄罗斯名媛鬼混 给卡加戴了一顶绿帽子 有媒体爆出 沙马洛夫经常在英国和意大利 与这位小三秘密约会 还拍了很多的亲密照片 作为最像普京的女儿卡加 自然不能容忍丈夫的不忠 也不会为了粉饰太平而忍气吞声 她果断地提出了离婚 两个人维持五年的婚姻 自此告一段落了 以卡加的性格 怎么可能让背叛自己的前夫 轻易地全身而退呢 你不是有钱就飘吗 卡加在离婚的时候 拿走了一大半的资产 媒体报道 沙马洛夫的亿万资产 突然蒸发了大半 刚好左撞了这件事情 很多吃瓜群众猜测 沙马洛夫很有可能是精神出户了 但是这一点未经证实 即使不是如此 卡加的前夫在离婚这件事情上 也讨不到半点的好处 虽然大家表面上不说 但对于沙马洛夫 能够进入西比尔石油公司的原因 也是心知肚明的 离婚之后的沙马洛夫 乖乖地辞去了副总裁的职务 退出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竟然有胆量背叛普京的女儿 沙马洛夫的胆量和勇气 还是非常让人轻佩的呀 虎妇无犬女 普京这样杀法果断的性格 小女儿卡加继承了多半 在离婚的这件事情上 也不拖泥带水 这一次情感挫折 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而可以再专注于开展事业了 33岁的卡加开始步入政坛 成为罗斯体育和运动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这样是他跨界到政坛的第一步 卡加的这一步动作引起了外界的猜想 很多人都认为 普京想要培养小女儿 成为自己的继承人铺路 但是这一心都只是猜测 不得不说普京本身就非常有魄力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甚至不惜与自己深爱的妻子 柳德米拉离婚 如今又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女儿 一个是医学界冉冉升起的新兴 另一个虽然是婚姻不幸 但一直将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离婚之后活跃在自己的舞台之上 在事业上也大方异彩 对于普京一家 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期待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